大家好 我是五仔 大家好 我是OK仔 今集我們講騙人 騙人 先騙你的like 沒錯 請給我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然後那個就是服務你的 五元雞Patreon 希哥主力打理 裡面的不是打理 打理 打理業務 不是打理 他又和我服人 又上片 這個是希哥的零用錢 支持希哥 加入我們五元雞Patreon 今天要講這個就是 騙人 有些朋友今早的新聞才講完 騙政府說自己是陽性 萬二人裡面抓到一個出來 不相信你了 抓到你了 那怎麼辦 交由警方處理 隨時被人抓 究竟是不是確診 驗一驗驗真點 不然就報了上去 人家轉過頭去驗你 你抽樣子 然後出來 不是你沒事的 先生 麻煩跟我回警署 是否糟糕 但如果知道是留的呢 那倒是 我也是被騙那個 那倒是 去到這個 所以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報新聞這樣說 就告訴你 你側問我 你側問林鄭月娥 我就是問 你問她幹什麼 sir 我出去買5元很便宜 是不是 I don't know sir don't ask me ask me ok ok 這次有個騙人厲害 口水拿來賣 對呀 我們上網看到 為何可以玩到這樣 你說三上游一下口水 沒所謂 姜濤的口水 OK 但現在這個是確診者的口水 是啊 真的恐怖 究竟為何要賣口水呢 口水是否比浪花多呢 我們上網看到 有人 不知道是否在社交媒體網站 PM PM一些人 問 可不可以借用你的口水 因為我不想打第三針 有薄酬五百 謝謝 很噁心 不是吧 這件事說到 情報 這個網站是這樣寫的 確診女 收陌生短訊 說五百元買你賣口水 聲稱說到 普怕打第三針 這樣 很噁心 這麼噁心 為何要這樣做 普怕打第三針 也是理解的 但是你說 買人的口水 也是騙人的 有騙政府 這樣就不可以 犯法事 不可以做 你想說我亂 是直接不可以做 不可以做 當然 當然不可以做 因為 之前說到 疫苗通行性的要求 你要第三個階段 提前到五月底 報紙是這樣寫的 有人為了避免接種疫苗 而覺出奇招 這些奇招 看起來 全是有很大機會 會觸犯刑法的 所以 就叫大家 切勿做 那就不要做 但是 我個人天真 沒有想過 有人買口水 其實 不是說什麼 在香港 前陣子的感染率這麼高 我們身邊這麼多人 都在阻礙 為什麼要買口水 這是一個問號 當然 他說到 有一個確診者 原來在自己的Facebook 分享 就說 收到一些不明內力的人 私信他 對方 其實希望 不想打第三針 即是他已經打了兩針 已經打了兩針 可能打到怕了 不是吧 希望 借其口水上報 並給500元 做一個薄酬 嘩 這樣 不是很厲害吧 這麼不衛生的 即是 我從衛生的角度來看 不是說有沒有Omicron的問題 正常的情況下 就好像 之前 有些人 專門賣 有味的內衣褲 衛生的問題 我自己覺得 沒理由這樣 真的 現在 什麼都有生意做 說到 這個確診女網友 還要標明是女網友 男網友不行 不知道是不是一些變態佬 是啊 我覺得奇怪的是 一定要找女網友 香港人 不是男是女的 生意 給老婆做不行 對 給老伯做不行 為何要這樣呢 找個漂亮的可能 對 覺得口水值錢 唉呀 想起都噁心了 在Facebook群組 叫做全港抗疫交流分享區 裡面 發表讚文 就說 有陌生人 私底傳訊息給他 PM他 表示自己不想打第三針 所以 就想 要這個女事主的口水 並且願意 就付500元 就賣 這樣 說到 這位女的網友 即是女事主 那有沒有真的 在500元 就賣給你 沒有的 女事主 就推 其實想到 你也是想 賣我 督口水 然後就假裝中了獎 然後 製造一些 叫做染病的證據 那當然 他就 我猜應該應該是沒有的 這些不會有賣 那 其實 這麼犯法的事情 不可以這樣做 對不對 那他說 雖然 即是女事主理解對方 對接種第三針疫苗的憂慮 但是 不認同他的做法 是啊 真的不認同 你幫他騙人 待會自己糟糕 當然 是啊 我不知道他這個 是不是偽造文件的東西 即是類似 騙人也是不好的 那你 你賣給他那個 都已經是參與者 沒錯 所以 不要以為我賣給你 你收了500元 就代代平安 不要 一會兒檢驗到 這些東西可以檢查出來 所以這些真的不要做 講到說 你這個方法 是無論 想去買那個 和賣那個 都是有機會犯法 你只是這個想法 都是一個不太好的方案 講到說 這件事 在網上 立即有很多人在說 究竟是說什麼呢 就說 有網友 就說 他說 喂 用不需要給500元買口水 走出街 隨時都中 現在 是不是 用不需要500元做 這些事情 有網友這樣說 那時候 有NBA球星 NBA球星 摸著手 紋著手 轉頭也中了 是 那時候 那個環境 減少出街 就是減少感染 對 那走出街 就行了 嘩 真的 嘩 真厲害 真厲害 當然 現在 不知道為什麼 有人這麼期望會中 我當然想 大家 我覺得是變態人 我現在找圖 找到很多AV 原來 有特意 退役引用 很噁心 很噁心 所以我覺得 那個背後的動機 不是說 去做一些 這些叫做 什麼 去騙政府 還是什麼 反而我覺得 很噁心 我反而覺得 那句是不是有些變態的意思 有有有 有變態的味道 有有 說到說 你如果真的去做這些事情 就等同 其實等同偽造文書罪 當然 其實是犯法的 大家這些事情 就 不要搞 有些人就 嘩 現在原來 中過那些口水 還想說 確診自己的口水 那麼值錢 有一點是真的 這個網友 跟我們的質疑一樣 什麼 你都打了兩針 對 怕什麼打第三針 裝什麼魚蝦蟹 對 變態是變態 你有事 你也有事 對 肯定是假的 沒錯 我覺得 你又會選擇 一些女網友 對 對 可能不知道 是否看別人的Facebook 有的 看到性癖號裡面 有些是這些 可能看到別人的 profile picture 嘩 好像很美女 那樣 想起一些古靈精怪的事情 對 說了 這個虛假文書罪 其實最高可以判十四年監 那麼根據第二八章的刑事罪行條例 使用虛假文書的罪行 任何人知道或者相信某虛假文書屬於虛假 而你用這個文書 就意圖 尤其本人或者他人去使用這個文書 而引使到另一個人接受這個文書的真文書 做了這些不法行為 一經定罪可以坐十四年監 那麼久 是啊 所以你不要以為五百元買到口水很過癮 今早就好了 嚇到政府 原來可以搞這麼嚴重嗎 是啊 如果是真的話都很麻煩 所以大家這個位置就無謂 以身是佛 是的 挺而走險 除了說起挺而走險 就說一下 這個世界 不是這個世界 我想經常都說 這個環境 正所謂 不好 生意淡薄 就不如賭博 很多人都 那不是真的賭博的 就去騙神騙鬼 裝神龍鬼 他也是賭一賭 他也是賭一賭的 只是賭好彩的 賭願者上調 你很差的 你的新聞經常說到有人是 你知道嗎 E-mail去問客人釣魚 釣到幾千萬回來 是不是 這些新聞出來說 有人這樣被騙 你聽完之後 你就會覺得 大佬無本生利 簡直有些騙徒聽到都開心 是啊 很多這些事情 跟那些公司業績報節沒有分別 沒錯 不過說得出來都被拘捕 大把 有些人是真的沒有被拘捕 沒錯 你真是這些事情 經常說要拘捕好彩 你拘捕酒佬 拘捕一拘就一定會拘捕 拘捕 拘捕 拘捕就不要做了 這些犯法的事情 我們完全不建議大家做 但是 報紙現在說 有一個叫做電話模型衛生署 有些重要的消息 又是852那些開頭電話號碼 我也聽過 我也收過 你收到嗎 他那些 換湯不換藥的 我所有電話都不聽 你想找我都難 用電話 真的 不是WhatsApp 阿希哥說 我弟弟找不到 給你一個電話 我說對不起 我從來都不聽 我的電話 我所有電話 我全部都是吸線的 但你要我聽 我都聽不到 所以我和你很少 我老爸打給我 每次都是轉頭 看到電話才打給他 我們有延遲的 是呀 WhatsApp找到 對呀 所以為何有這麼多WhatsApp對話流出 對呀 純粹靠WhatsApp 但是呢 我真的收過 這個衛生署電話 又是那些 852開頭 不知道什麼什麼 我都忘記了 我沒有聽到 因為那時候 我和你錄錄 是呀 然後有個訊息 即是口訊留下給我 我就去聽聽你 買什麼葫蘆 買什麼藥 然後那個留言信箱 那個就是 你來自衛生署 有一個重要事項 然後 浪費氣 我心想 給你一些新意 大哥 你又是那些 你一件重要的郵件未領取 那些朋友 大哥 是這些的 但是 很老實 這個時候 雖然我們 或者我自己 一聽下去 就這樣 知道 一聽就知道是假的 但是 很多時候 有些人身邊 尤其是老人家 或者 沒有聽那麼多新聞的人 可能真的會中招 沒錯 所以我常常強烈建議你們 訂閱我 對 或者最好就加入我Patreon 慢了都搞不定 慢了都搞不定 我們先講講這篇報紙 既然 他講到很多人中 講到說 其實為什麼會有這些 所謂的衛生署電話 其實之前 因為有很多確診人士 會收到衛生署 或者有關當局聯絡 提供物資包給你們 或者安排送去這些檢疫隔離措施 這些是真的電話 那時候 講到說 但是有網友 就在日前 接到一個 又加852開頭的電話 通常這些都是假的 講到 上次試過852 但是真的 有澄清過 是嗎 有些是真的 通常都不真的 不過自己 要小心去判斷 就說 這個電話 一接通了之後 就說 自稱衛生署職員 表示有關重要消息 要求你按按鈕 選擇廣東話 或者普通話對話 普通話 所以 為什麼那次 我朋友 康復了 他確診了 報了 然後已經康復了 他說收到消防署打給他 消防署那邊的對話 第一句 他就是這樣 首先我表明 我們是消防署打來的 以免你害怕 以為是那些 漏東西 所以先說一大難餐 去證明自己是真騷 怎樣證明 我懂得救火的 不是 他說收到 你們之前 你有報過你確鎮 現在 你沿門公園有位 你去不去 說得 整件事很白的 就不像這些 又要按你廣東話 按一字 有些很釣魚式的 例如說 你早前是不是打過來 說確診 那些 我開頭很流 什麼都沒有 不是說 陳先生說了你 OK先生 你在多少號 多少時候 這些 但不是每個人會分 去到那個位置 大家要 一要你提供資料 你自己要小心 上次普京那些 演講 對嗎 風傳 流 人家說是舊的 吹水野 下面加個字幕 對 接著又說 已經多次傳閱 沒錯 真的人的智慧有高低 冷飯都可以當熱話炒 很多東西 聽我都可以 聽多些 人會聰明一點 但是這位網友 一聽到 就說 知你流 但都要看你玩什麼 所以 就按了 這個廣東話 聽聽他講什麼 這位網友 就說 按了這個廣東話 等待 接駁 他說 悶悶的 沒有什麼 我有時候都會這樣 跟你玩一下 上次 我那個台上 沒有一個女生 找健身教練 跟我說色情話 除了衣服 我上次也有六句音 當然 當然 悶悶 沒什麼做 真是苦悶 你做些娛樂給大家 就來 一起開心一下 一起開心一下 講到這位網民 就說 一看你 就知道是假的 悶悶的 按我一字 讓你轉搏一下 看我搏到哪裡 但是 一直是廣東話 不久 對方表示 暫時未能提供廣東話服務 我都聽過 哈哈 我是深圳公安 我都聽過 好笑 所以我之後 我什麼電話都不聽 好笑 這些位 未能提供 你香港未能提供 廣東話服務 那你就當他忙 這樣 香港是神經 癲癲的 然後 轉了一個 叫普通話的接線生 就可以聯絡他 然後 這位網友 一聽到人聲之後 就馬上用英文 說話了 May I speak to angel 這樣 哈哈 之前有一段對話 是這樣的 好笑的 然後就說 對方 不懂溝通 突然說英文 別人說普通話 然後他就說 對方 不停跟他說國語 然後 樓主又說自己 對方 又說自己不懂英文 各樣那樣 然後 對方 樓主又用英文跟他 說一對 雞和鴨說的對話 然後 既然大家都 扯不爛 的情況 看下 就收了線 其實都是過癮的 大家都知道是假的 但是 大家都說一句 這件事 都要小心 小心的意思 就是 通常 有些 釣魚 很流行 喂 很久沒有打給你 認不認得到我 這樣 很多這些 對 假裝傻 假裝傻 假裝朋友 可能你說 是誰 對 是誰 很久沒有見 很久沒有找你 然後 裡面 很容易欺騙人 對 通常一打來這些 聰明的人 要不就收線 沒有事要做 就玩他兩下 對 不過 看看你的心情 我覺得 到了這些位置 始終 疫情底下 會有很多不同的人 我不知道 所謂的不佛分子 在哪裏 又可能是外地 外地的人 又可能是香港 本土的 各樣那樣 什麼都好 大家要小心 這些 一叫你提供一些 某程度上的資料 入錢下去 身份證號 銀行帳號 這些 你真是可面則面 我寧願你先收線 對 人家真是 如果真鬆那些 你不用怕 一定會找你的 對 敲門上來都會找你 對不對 假的那些 通常你收線 他就算鬆 真麻煩 這些東西真的很多 很多 多了六成 我剛剛說了新聞 不要說這些假的東西 那些推銷電話 他有得做 市場有供求 是啊 有人被他欺騙 是啊 好話不要聽 政府 今天林鄭 是否宣布派東西 派物資 派物資 會不會到時又有些假冒 這些東西出來 當然有 所以大家要小心 真的要小心 跟身邊的朋友都說一聲 你們遇到一些不明的來電 大家要小心一點應對 我經常都覺得 你會吸線 有什麼問題 你現在真的騙徒多 你是真的 你就打來吧 我覺得很多人很斯文 好像阿希哥 或者窮飛龍 那些 經常有人打電話來 不用了 麻煩 很斯文 我有時候 不小心聽到這些電話 我簡直是講粗口 我不用的 或者直接吸他 我馬上吸 是啊 但是有很多人很斯文聽聽 如果一大陣子很害怕 別人說話打斷他 這個世界有些人很守規矩 我是什麼的 心情好的時候 我就說不用了 麻煩 沒有什麼心情的時候 拿去出氣的 不會 不會 不要浪費大家的時間 我不會在這裡浪費 老實 那些問你借錢 就是叫你借錢的那些 你當他打工也好 什麼都好 你罵他也沒用 他都習慣 你多一個不多少一個不少 被人罵 那不如 大家草草收了錢 就算了 何況你都得不到什麼 你純粹是發洩真常 是啊 大家都看到 有很多網友 這件事 都說遇到同類型的詐騙電話 通常都是加 852開頭的垃圾電話 很多人都說聽了 廢話 正常說到 有很多人就打去玩他 有些人接通了更加修善 除了說 這些叫做 假毛衛生署電話 也收到很多 叫做 訊息 我不知道收不收到大家的訊息 Message SMS 就說疫情期間 招聘線上客戶 客單員 負責 處理商家的訂單 彈性工作 一天可以賺到很多錢 總之 家庭坐定定 不用做 這些假事 尤其是我們看到 有很多 尤其是某一間 HKTV 經常被人 無形 又說他聘請人 用他的牌頭來聘請人 是啊 就是欺騙人 因為他知道 因為流出 這個地方很讓人用 是啊 其實我看過 最新的那個是怎樣 連他們官方招聘廣告的照片 接著自己開一個項目說 請人 又要這些 線上客戶落單員 這些真的要看清楚 大家不要 相信任何一些 這麼簡單的事情 可以這麼高的薪金 讓你坐定定 一千元 二千元職入糧 在家裡坐在那裡 從家裡 如果大公司的 大公司的 你們真的要找工作的 去官方網站找 是啊 去他們的官方網站找 就不要 啊 好啊 有人發了個訊息 好像是 便宜莫貪 一會兒 工作又找不到 還虧了錢 這些事情 是不值得的 真的 這個時勢不好 真的環境不好 就多了很多騙徒出來做這些事情 當然 除了講到這些 假的工作 假的衛生署 之前有一宗電話騙案 就說 有 講普通話的騙徒 無形內地援港醫生 嘩 玩了這些 說什麼 究竟釣什麼魚 還想著 騙取市民的資料和地址 我剛才看你這篇 什麼一招擊退 一招擊退 一招擊退就是講英文 噢 I go to school by bus every day 然後人家又不懂得聽你說什麼 這樣 用外語 就是這樣 不是 現在 其實很老實 你有心情才陪他玩 是 正常的情況 香港可以說是電騙無雙 很多 真的 你意想不到的 一天可以收三個 我和你錄錄錄錄錄錄的時候 收到那些 古靈精怪推銷電話 都幾個 是啊 你不要狂響 有人會狂響 都沒有心情聽 浪費氣 不要阻礙我的時間 沒錯 不是 有時候是真的 有時候真的 找我的電話 然後我也不理會他 你不要留言 我逐個留言 看看誰是對的 你是緊 你真的要緊 就不會打一個電話來 起碼打兩次電話來 這些東西都是真的 這些東西 大家最要緊要 就要辨別是非 即是說 這個粗普通話的騙徒 怎樣扮內地援港醫生 這件事 之前我們聽過 有些達官貴人 都被騙徒 假冒中聯辦 又說 你叫什麼鬼國 霍啟剛 給50萬 進入帳戶 其實這些東西 沒有適應 沒有說你是名人 沒有說你是普通人 你就可以被騙 這些騙徒 是不理會你的 他上次厲害了 那件事 撿住那些 跟政府有關的人 是啊 這些資料是怎樣流出的呢 沒有的 電話寶 你越出名越容易找到你的電話 那也是 這件事是真的 那 說到說 究竟有些什麼 有些古靈精怪人士 就在扮內地援港醫生呢 說到說 有位小姐收到一個 詐騙電話 Number就是香港電話Number 對方 是男人來的 說一 很流利的普通話 就說自己是陳傑 姓陳 叫傑 是廣東省人民醫院的醫生 是來港支援香港衛生防護中心人員 那 他說 根據安心出行紀錄 這位小姐 即是收到電話的小姐 上個星期去過哪裏 去過旺角 有染病的可能 問他 知不知最近的檢疫中心位置 小姐回答他都不清楚 那 立即就開始來了 就核對 這位小姐的個人資料 並且能準確地說出她的名字 電話 和身分性Number 那就要求 要求駛 是呀 要你 快點登記 然後就被說 要求 這位小姐提供 她的私人住主證地址 以便尋求最接近的檢疫中心 去到這位 這位小姐 立即 停留cede 有些古臨精怪 政府有沒有 服務要這麼體貼 不知道 平時你安心出人響,然後你自己上網查 我們上次都是自己查,在那裡撩鼻 怎麼會無緣無故打給你 你自己住在那裡,我幫你搜尋 突然間服務這麼細心,轉了那麼多 最重要的是,這位小姐原來沒出過旺角度 即是留的,我也沒去過 然後就拒絕,透露自己住在那裡,並且收線 其實這件事是擔心的 為什麼對方可以知道你的電話號碼和身份證號碼呢? 我們之前說過很多原因 好像在海日酒店 有四百萬個顧客資料遺失了 外洩 對,有黑客人 那他用另一個方法來欺負你錢 是有辦法的 所以一到這個位置,大家就以為是真的 說得出你的身份證號碼 哇,你的身份證號碼也知道 其實是的 其實反過來,正常的職員 即是如果你打銀行就知道 他叫人家核實你身份的時候 他天一半是一半的 什麼叫天一半是一半的 舉例子 九龍熊瀉什麼什麼地方 你可不可以說到以下的地址呢 舉例子 那現在聽了一些人就認識了 沒有的 教了騙徒 所以我都說 那些新聞的人都說不要被人騙 那些騙徒看得很容易騙 因為我們這些教別人 然後防人 原來他們可以這樣做 沒有的,收線 我經常說那句收線 你真的的話 如果銀行找你,怎麼會打一次給你 他緊張的時候 他一定會打幾次給你 好,很困難,但有時候有些電話是真的 譬如那些俗約的電話 電話上網 上網被人剪輯 然後我問我 為什麼被人剪輯 我們有紀錄錄下的 我們上次打給你的時候 你說我們以後都沒有打來 我說,屌你 真的有的麻煩 有時候我會這樣的 我對一些質疑的電話號碼 現在很好用的 你把電話號碼 上Google找一次 他會告訴你 通常那些電話是真數還是假牙的 很差範 不過是很差範的 我曾經試過 那些NPF的電話號碼 然後問我 我心想 你真是假的 我說,沒有啊 你沒有找過我 不要找我了 不要煩我 我心想 不知道是不是 無端端 保險會打來的 說得出我的名字 我心想我都沒有買過保險 我個人是最不保險的 你找我跟我說保險 然後我說我沒有買過保險 然後我就收視 很多這些古靈精怪的事情 怎樣也好 大家騙徒手法 陳出不窮 沒錯 今天就跟你說衛生署 接下來 政府派這些物資包 會不會到 在中間 有些騙徒打來說 政府現在派物資包 廣東話請說一致 大家這些位置 我們會收回20元的手續費 總之是要小心 千萬要小心 不要隨便跟人 透露自己的地址 身份個人資料 因為派物資包 他很容易欺騙你 對吧 一會兒說 有日派給你 叫你國外署的地址 你就領下 所以這些位置 自己要留意 政府會不會在這個位置 密切留意 會不會有 因為始終有不法分子 會借這些機會 去騙香港市民 我就非常小心 因為我始終 我個人出來襯 我怕被人整固 怕被人整固 所以我自己 由十年前開始 到現在 都一定是 極小心 嗯 我完全不會把所有 任何的個人資料 在網上 甚至我WhatsApp 都不用真名的 我不用自己的照片 嗯 希望大家 其實這樣 現在我想 好像我這樣的做法 才能夠自保 在香港 都難 其實 很難 一經過銀行的東西 很多東西 都會 有些人 不知道 都會找到你 所以大家要小心 沒錯 下次再見 拜拜